宏伟的金色大厅内,气氛庄重热烈。 据幅红色背景板上,有意勋章的图案格外醒目。 背景板前,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党旗、中越两国国旗整齐排列。 仪式开始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正步进入会场,登上授勋台,分裂两侧。 礼乐声中,习近平和阮富重一起步入大厅。 中越双方嘉宾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习近平和阮富重登上授勋台。 军乐团奏乐中两国国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毅。 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受勋令。 李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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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郑重为阮富重退化勋章。 选场响起热烈鼓掌声。 习近平发表讲话。 习近平指出,阮富重总书记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同志和真诚朋友。 在阮富重总书记高度重视和亲自推动下, 中越两党两国传统友谊得到巩固,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务实合作持续深化,交流互建日益密切。 友谊勋章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阮富重总书记和越南人民的友好感情。 象征着中越同志家兄弟的深厚情谊,蕴含着两党和两国人民共同追求美好未来的殷切希望。 阮富重致达词。 阮富重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总书记授予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 这一崇高荣誉体现了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越南党政府和人民,以及包括我在内的越南历届领导人的深情厚意。 也是对越南长期致力于越中友好的巨大鼓舞。 我十分荣幸地接受这一崇高荣誉。 祝同志家兄弟的越中关系,世世代代成为国际关系的典范。 何立峰等参加授勋仪式。 受勋仪式后,习近平和阮富重进行了查序,畅序两党两国传统友谊和发展前景。 当晚,习近平为阮富重举行欢迎宴会。 习近平向阮富重一一介绍新进政治局常委的同志。 阮富重对政治局常委同志们致以忠心祝贺。 表示,越共中央愿同中共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携手努力,推动两党两国友好合作,取得新成果,迈向新高度。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参加。 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的学部、应勋友小费to努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